记得,李子佳在2022年1月退出国家队时 曾说过,只要国家需要我,我一定会在 只要国家或大马鱼总需要我,我都会以国家为重 代表国家参赛其实能为国奋战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心愿 包括许多足球巨星,像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C罗 背着国旗扛起大力神杯永远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因为性质问题 羽球会是偏向个人的体育项目 然而汤姆斯杯则是将个人羽球团结在一起的赛事 所以显得难得可贵 从李子佳个人的角度 考虑不打汤杯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赛程密集,担心过度疲劳 李子佳在巴黎奥运前已经安排好了比赛计划 从下周二4月9日开始的宁波亚检赛 5月的马来西亚大师赛,6月的新加坡公开赛 印尼公开赛和澳洲公开赛 李子佳团队希望目前世界排名第10的李子佳能攀升至第8位 以便在奥运会获得更好的开局 他也希望专注于提升世界排名 李子佳目前的世界排名第11 距离奥运种子席位还有一定距离 他希望通过参加更多的比赛来提升世界排名 以获得奥运种子席位 汤杯是世界语坛最顶级的男子团体赛事 代表国家出战汤杯是每个运动员的荣耀 李子佳是马来西亚的头号男单 他的参赛对于马来西亚队夺冠至关重要 李子佳可以通过参加汤杯来锻炼自己的团队作战能力 为奥运备战积累经验 最终决定是否参加汤杯 取决于李子佳本人和马来西亚语总的协商 评论区的你们欢迎评论来给点意见吧 欢迎关注大幕 随缘看到大幕分享的下一期视频